好可愛喔 紅色的 再來已經開始了 紅色的還回頭看了一下 我從比較 care自己個人的狀態到 我更care整個團隊的狀態 只有團隊好 我們才能夠把比賽走得更長遠 人跟人之間的互相扶持 然後再一起成長跟學習 這個是我在這個節目當中 看到我覺得很寶貴的一點 見面打不明 見面打不明 能打不明 見面打不明 見面 were 哇~~~ 啊~~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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~ 我可以坐下我 我可怕 好 吃吧 啊~~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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~~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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~ 我可以 等你 我可以 等你 我真的很会教 我真的很会教 我教 擋对方的快攻 袁又婷 钥子翻身秀一首 引起了满堂喝彩啊 好强哦 哦 腰力很好啊 黎晓鑫 黎晓鑫 规则完全按照NBA等級的规则 來進行 目前呢35比46落後11分 我還是比較建議那個 袁又婷出來來掌控這個節奏 然後讓家良可以去 更專注地去登上 非常好的英雄三映 見 這我們說是機會做出來了 是 可惜沒勁而已 其實文斌教練把楊潔玉 當成秘密武器啦 他盡量不要讓楊潔玉 有太多的跑動保留體力 就是要讓他射啊 哇唷 要擋對方的快攻 哇 哇唷 袁又婷 鑰子翻身秀一首 天啊 他是邊打球邊跳舞啊 他完全把籃球跟那個 他的那個街舞 對 街舞把它融合在一起 對 地板動作啊 哇 引起了 引起了滿堂喝采啊 哇 好強喔 腰力很好啊 在現場的觀眾是透過 小巨蛋的大一幕 看到了顏又婷 對 藍隊團犯第五次 所以現在是加罰 顏又婷第一球沒有罰進 一手中間 後面 後面 好 很重要喔 第二球打擊 不錯 這也是顏又婷 第一次上罰球線 這雙禮帶 對 因為畢竟又婷她的 她最大的優點 就是她的 jump shot 非常的穩定 所以她很多在外面的這個跳投 好 過來 過來 班俊倫 剛剛如入無人之境啊 完全沒有人來得及防守她 落後的分數縮進到八分而已囉 剩下一分鐘不到 又抄到了 又抄到了 再一球 再來到班俊倫 連續五秒之內